佛常讲回头是岸 他回不了头来 所以算尽则死了 死了之后还有余羊 这个余羊是能夺在山土 地狱木鬼出生 三卧道 这个卧道进去容易出来困难 绝对不是说一死就了了 死了什么都没有了 如果真的说死了就了了 我们就不需要修佛了 而四是真相 死了就不得了 这是真话 我说这一句话 在讲台上讲了几十年 死了就没救了 必须沉一口气 还没断 回头都来得及 佛度众生 经论里面 经论里面讲的好 六道里面 佛为什么视线 在人间做佛 其余五道 都不能够视线成佛 这是说明 人道虽苦 容易回头 天道乐多苦少 很难觉悟 这就所谓是富贵学道难 三徒太苦 没有情绪来修佛 所以佛度他们也困难 我有人道苦多乐少 比较容易接受佛的教诲 我们一定要了解 人间的四是真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